罗马书第二章 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 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 以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 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 你这人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 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 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 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 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 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 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 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不偏待人。 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 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 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唯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 这是显著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 他们是非之心同坐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以密室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 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 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 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 是蠢笨人的师父,是小孩子的先生。 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 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 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 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 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妙中之物吗? 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垫辱神吗? 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的。 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 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 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理, 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 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 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疑问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 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 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 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 真割礼,也是心礼的,在乎灵,不在乎疑问。 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 那是从神来的。